哎呦 幹這個人他媽 行車技術到底有多差 阿泰 蛤 孤車啊 孤車台 2006年 2006年 BMW Z號 Cope 利龍 利號 龍到號你知道嗎 A號 T號 好這台車比較特別是它是Cube的 後面是鞋背的 媽又是一台 買回來會捨不得賣的車子 阿不一定買得到喔 攝影機都駕出來我沒有失敗過嗎 你們是不是Sade的 沒有失敗過 你們是不是Sade的 要不然為什麼 你們 拍孤車的影片從來沒有 沒有成交過 只要有拍影片都是成交的啊 我跟你講 下次拍一集 到台中去有沒有 講講破局 然後兩個人站在路邊吹風 好啦 真的還不知道啦 先估看看 因為那是 我覺得 阿達有可能是 我們每次都拿攝影機出來夾 對不對 拍就覺得 都拍了 不然買一買好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拍攝會害我車買太貴 嗯 我也覺得 有道理 因為你就覺得 都拍了 不然不買浪費時間 台中都來了 要賣那麼貴 算了 算了 有沒有 好像沒有買到東西 回去空手而回 很不划算 但是我覺得這台立法 不漂亮 你看 首先它這個 是說它有年紀了啦 我跟你講它大概 雨天孤車最討厭的 因為很多小地方 刮傷 擦傷其實看不到 水可以掩飾很多 車子的一些 表面的 漆狀況不好啊 還是這個 光線不漂亮啊 看起來 你很難去 掌握到說 這個車的精髓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看底子 好不好 我們要認真的 看它底子好不好 06年的 利浩古貝 它這個是3.0的 2996CC 8月出廠 10月領牌 哎呦 這看起來好像是 一手車哦 好 你看這個燈都已經 裡面還有水了 你看 哇 這很像小時候 圓的有沒有 然後裡面會有很多那個珠珠啊 然後 你要在那邊 還有那個環 然後要套到那個裡面 有沒有 套全圈 然後M版的鋁圈啊 你看它這邊 邊邊這樣 哎呦 夭壽哦 這個有個厚度都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這是底漆耶 有沒有 全部耶 整連的啦 整個連回的啦 這開車 可能也比較 大拉拉一點 比較青菜 哦 那時候有一個很特別 你看 你知道是什麼 方向燈 對 懸浮式mark 有沒有 你看後輪也那麼醜 你看 都是刮到 都是刮到啊 你看它這個 輪圖很漂亮 而且這台車 我跟你講 非常有操縫樂趣 你看哦 它的椅子在這裡 後軸在這裡 你人幾乎已經坐在後軸上面了 然後又前置引擎 又後輪驅動 這種車開出去 跑山路的時候 又是另外一種不一樣的風情 所以哦 真的內行 很多內行喜歡有操控感的人 會想要買這個車 有人會說 Refone應該要買敞篷車對不對 可是敞篷車 它天生有一個缺點 剛性比較軟 敞篷車 就是開帥不開快 那個是不一樣的取向 可是你真的如果想要買一台很有趣的車子 Funk Car有兩種 Funk Car你知道嗎 嗯 Funk 你你知道嗎 Sony Boy Sony Mother是什麼 Sony Mother Sony Mother 哈哈哈哈哈 比如說講到 Funk Car有兩種 一種是這個開出去就是 很悠閒很帥的 那一種是很好玩的 好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台就是屬於很好玩的那一種 他車頭又那麼長 你看 你坐在這邊 那幹他車頭那麼長 媽我手攤開都還不夠 我手攤開多少你知道嗎 多少 1米8 你知道為什麼 手攤開就跟你身高一樣 你不知道嗎 是嗎 可是我手很短 你等一下回去你自己量 你看這車頭那麼長 所以這個車你去開山路有沒有 彎都過了 你人還沒過那個彎 車頭都已經過了 你人還在彎中間 這很有趣的車子 因為他前輪離得很遠 人坐在後頭上面 這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算了 聽不懂 外表什麼 都沒在過 有沒有他這個跟福斯壘一樣 這樣鮮 好我看一下有沒有撞 先看 對啊這個勾哪裡 勾上面 對耶他勾上面 有沒有 哇掀開 然後蓋起來就一起蓋起來 哦 なるほど そうですね 哇 講到這個 待會兒教你 你會講日文 不會啊 如何 我讓你在這個 三秒鐘 學會如何跟日本聊天 就是日本人在跟你講什麼 哎 哦 そうですか 哦 なるほど 哦 確かに 你學三句就好了 好啊就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確かに是什麼意思 そうですか 就是哦原來是這樣 なるほど 原來如此 確かに 哦 的確是這樣 學這三句就好了 泰山應該就是媽的 去日本住一年就是學這三句而已 然後跟他講說哦 そうですか 然後講說哦 なるほど 哦 確かに 他這三句他就混了一年 你有發現我很認真在看 對啊 不是因為這張真的 看不出他那個漆的 自然的感覺看不出來啊 完全看不出來 我死我了 會不會中槍啊 好我看一下跑多少 你看背家這邊你看 你看 進去出不來 有沒有 有沒有 環保漆 有沒有看到 哇 這裡有環保漆 你看 這車就是 一樣這個年代的車就是這樣 我看一下跑多少 24850 沒有啦 是一萬 但是保養旅程 你看他這個電動椅有沒有 像最後面 你如果退到最後面啊 你開車的時候會聽到這個 聽得到嗎 聽不到 有摩擦聲 這後面跟這個板子啊 椅子跟板子如果摩擦的話 就是會有一種形形甩甩的聲 我發動哦 好不好 哦 16 有沒有 有沒有 給你去拍一下排氣管 我跟你講這個 歐洲的這種 那種Cube型兩人座正兩人座的車啊 Z4來講 其實依我這種身高其實算舒服 像我這樣退到最後有沒有 其實還可以在前面一點 我以前開那個MX5啊 退到緊繃 還是很卡 整個這樣卡住 然後我之前開那個舊款的SLK 膝蓋大概是頂到這裡 因為它那個坐艙設計很小 我那台80盒也蠻小的 膝蓋都已經幾乎要卡到中控台 那開起來就很憋 方妮卡一點都不方妮 桑妮4一點都不桑妮 桑妮媽的 我覺得它這個坐艙設計的就是還蠻 算還蠻舒服的 內裝看起來還不錯 就是剛剛這一些環保漆處理一下就好 然後它那時候就已經有這個 換檔 退檔 換檔 退檔 你知道這個有設計很多種 有的是它會跟著方向盤轉 有的是方向盤轉它不會轉 你覺得哪一種比較好用 跟著方向盤轉嗎 我跟你講 固定的其實比較好用 你在轉的時候 你怎麼按 然後這樣反了 你怎麼按 因為你的手固定是在3點鐘跟9點鐘的方向 所以當你在轉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 只要它是在固定位置可以轉 那你這樣很容易手忙腳亂 除非你只是這樣 這樣按就很方便 可是你如果打超過一圈的時候 你其實就沒辦法按 超過半圈 所以我是覺得 不要動的比較好 沒有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偏縫也還不錯 蠻乾淨的 沒有它 沒有煙味 不錯 這個車很怕買到胚車 改車胚車的那個人類 像它那個輪圈抹到 技術不好 那我覺得那個還可以接受 等一下 我認真看一下螺絲 我待會丟錢 等一下 我再看這個葉子板有沒有烤漆 你一般你如果葉子板有烤漆有沒有 你這邊拉開啊 這邊會有貼膠帶就很急 會有一個高地叉 膠帶撕掉會有一條線 對啊 你去那個烤漆廠拍那麼多次那個 半星的 你就會看到他們在貼膠帶有沒有 貼紙膠帶 噴完以後如果它膠帶貼不好 膠帶撕下來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斷叉 哇 幹 阿呆再拍下去 也是一個專業的中午車的人員 沒動 喔 向上翹的 向上翹的比較屌的就知道 支持著這樣很沒質感 要翹起來 M3也是翹翹 哎呦 看這個人他媽 停車技術到底有多差 你看這邊也這樣喔 不只框還有胎 而且我想到一件事情耶 他左邊右邊都有 所以這個人停車是沒有在分 正向跟逆向的 你正常 我們是這個停車應該是靠右嘛 我們左架嘛 所以磨到應該都是在 右側嘛 可是他連左邊都有 是代表怎樣 他常在逆向停車 17年的胎 米其林的用還不錯 你看前面也是啊 我沒有豪小的 這人開車 到底有多青菜 為什麼會這樣 你看這邊也有耶 有沒有 鐵盤也都吃勾了 然後這裡 你看這個裡面都水 然後這個辦法 好像覺得有一點 開開的有沒有 噢 那間隙蠻大的 那叫什麼你知道嗎 浪的海 這個喔 要買就要先扣四個輪框的錢 依他這個程度啊 送去什麼 翻新烤漆 沒救了 不是沒救了啦 花那個錢不如去網路找 看有沒有 比如說M3的框啊 有人徵集啊 把它換起來就好 到時候 回來可能要找 如果有買的話啦 回來可能要找四個框 欸他這個外觀 你要說他 醜 你又說不上來 你要說他漂亮 也不可能是漂亮 啊但我跟你講 你認真看 他又沒有什麼傷 你拿認真拍 他其實沒有什麼傷 我剛剛很認真的想要看有沒有傷 其實他沒什麼傷 好漂亮 他外面 糟成這樣 引擎超漂亮 你看你拍引擎 有沒有漂亮 很漂亮 很乾淨 這人是怎樣 而且你看喔 他是墊片新的 這人是引擎顧得很好啊 來民夠漂亮 往後拉撒整個這樣 也是有這種人存在就對了 幹好奇怪喔 我知道 這個有女的穿的很邋遢 有沒有 好亂七八亂穿 衣服 有沒有 我剛剛那個 中間的那個空白 是要給大家想像空間 欸這很漂亮耶 怎麼這樣 都沒有漏油啊 靠腰 我看引擎腳那都新的很漂亮 北下巷有沒有看到 這樣超漂亮的 然後這個螺絲都超漂亮 有沒有 這管子也晃過了 有沒有 看好漂亮 不可能沒有漏油啊 這BMW耶 欸你真的沒有耶 連下面都沒有啊 那我哭哩 傳動軸還新的 看都沒有漏油 Michon也沒有漏油 你要拍下面 裡面全部都是 那個北地壓線 乾乾淨淨有沒有 乾乾淨淨的 而且我跟你講喔 你如果說它是去洗過 才來沽 會油油亮亮的 可是它沒有 它有灰塵 它有灰塵 有沒有 它裡面都有灰塵 它因為它如果是洗過才來的話 像它這個 就不可能有灰塵啊 洗過先放 兩個月再來 故意來車有避難這麼累嗎 應該沒有吧 它這根有點不夠力了 有沒有 真的有點不夠力 它引擎弄得漂亮 那兩根捨不得換 我真的 有時候我真的不懂 每個人的價值觀 真的搞不懂 雨刷都這樣 還不換 你看 裡面還有那麼漂亮 底盤都沒有漏油 外面這樣 我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我猜測 放很久沒開 這人顧車 欸幹 你說顧車 連鏗也不會這樣啊 他顧車 這人好難捉摸 我等一下想要去 跟他認識一下 看他什麼星座的 他顛覆了 我在這個二手車 產業這麼久的 經驗的那個法則 小細節 你又覺得他很不拘小節 外面雖然看起來 沒在顧車 可是引擎啊 那個打開的那個光亮程度 跟處女座的屁岩一樣 都洗得很乾淨 你知道顧得很好 屁岩顧得很好 粉嫩粉嫩的 不知道為什麼 重點都在一些 那你一定沒有發現 這裡少了一條那個 門檻 對 那邊有嘛 這邊有個固定啊 四板 那邊沒有 不見 把它噴去哪裡了 你看這有一點點的 這皮是脫膠了 對脫膠了 你看成功 應該他這個車 應該放很久沒開 欸這有烤漆 有沒有 這邊有一條線 這邊有一條線 有沒有看到 嗯 然後 其實啊 我剛是用手摸 就摸到一個斷叉了 外面比較高 對啊就是 你用手摸 其實會感受到 一條線 所以這個 烤過 這個 有沒有 有一條線啊 這個邊邊都有一條線 有沒有看到 嗯 這個貼紙橫 你真的拍得出來嗎 拍得出來 所以烤完之後 貼紙撕掉 這條線就出現 我看他福爾摩斯耶 好 看完了 好 11萬公里 06年的 BMW Z4 3.0SI 來我去問客人 跟他認識一下 這個神奇的人物 看他什麼星座 看他到底在 衝傘小朋友的 好不好 處理一下 看他賣多少錢 什麼星座 他兒子開來的 他連他爸爸 喜悅幾號出生他不曉得 我覺得 其實不是星座的問題 主要是那個個性的問題 他父親是一個 開一間那個鐵工廠的老闆 然後他有兩三台車 直覺就是那種 沒有時間 去照顧這個車 但是他車有什麼問題 他就是回原廠就全部解決 停車也是丟著就走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說常常被脫掉 他說他爸就是大啦啦的嘛 我跟你講 好不要 不要 我們不要在那邊 因為人家會看影片 不要講壞話 反正就慶菜了 你知道嗎 趕時間 停了就走了 所以他說 他爸停車都很隨性 有時候工廠那邊 亂不插 然後就走了 總是很忙的樣子 可是他說 只要時間到 他就一定都會定期回原廠 原廠出來的菜單 說怎樣 就怎樣 有這種人 你知道嗎 我也常常在網路上 遇到很多問題 去原廠有沒有 傳保障單給我說 小師 這單子裡面可以刪什麼 我怎麼知道你要刪什麼 你晚稱吃什麼 要問我 好 不能這樣 我們也是本持著服務的精神 看您自己 想要怎麼刪 你就怎麼刪 你愛怎麼刪 你就怎麼刪 不是 我這 連刪單子都要問我 你不覺得奇怪嗎 這個當初 我是跟他報 40萬他開來的 可是我發現一個問題 阿呆我們剛片頭講的話 有可能會實現 說不到 我是跟他講 我說 40萬 那你這個 外表啊 尤其是輪圈 四個 BMW的18吋旅圈 還連胎都翻皮了 有沒有 裡面環保漆 雖然引擎是顧得很好 然後一些這個板件要調整 燈殼換一換 我是跟他說 我希望這個車在35萬 他有講一句話 他說 其實在另外一個車行 也有跟他報40萬 那他意思是說 那我如果是35萬的話 他想說 是不是 開去給他 咕咕看 比較看看 阿但我跟你講 這個在二手車 估 估價很常出現 我現在 比如說我跟他出35 他又開去另外一家 一樣報40萬 35跟40 跟他心裡的想法 是不是有個落差 那是人的話 他一定會想說 那我再去那邊估看看 搞不好會36、37啊 我跟你講 但是 第二個估到的人 他就會發現 小四估過是不是 他估多少 35喔 那我跟你估 35萬5好了 有沒有 差一點點 有沒有 所以他媽的 我們都墊腳石 都墊背的 好不好 所以以後 如果這個觀眾朋友 你要來看著 小車影片 要找我估車 不好意思 請你去比較完再來 好不好 我不要再當墊背了 我不想再當備胎了 好不好 誰喜歡當備胎 阿但你要當備胎嗎 不要 你問你女朋友說 你為什麼跟我在一起 他說沒有啊 因為前一個 他說不想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來跟你在一起 感覺有沒有很差 可是我跟妳講 對應到這個也有話術的 我是第一間 對不對 跟我說別人也跟他 電話中也跟他報四十萬 你知道這話術要怎麼講 我跟你講啦 你去他那邊 他也是這樣給你扣啊 對不對 你看你外表那麼差 你看這輪子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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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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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 很危險 你等一下 搞不好還開不到那邊 你就 爆胎 旋轉 出車禍 這樣 輪胎這樣還能開嗎 你還要再開去那邊 比價 你等一下開 告訴說萬一爆胎怎麼辦 哎 你爸是工廠老闆耶 你生命很值錢耶 你開工廠 騷動耶 你等一下 為了 插這幾萬塊 你開去 沽的路上 爆胎了 出車禍 這個車連十萬都不到 你不能倒楣 大膽的就把它煮下去啊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哈哈 這有個話術 我跟你講啦 你去那個誰誰誰那邊啊 哦 對不對 在大間的車行 再有名 他也是想買便宜啊 對不對 啊 他知道他也是照出啊 搞不好 扣的比我更兇 看的比我更仔細 對不對 輪胎四個 啊有的沒的 搞不好就 固定又少一片 哦 內端又生一股 啊皮又脫皮 門板又脫皮 對不對 啊他不用跟你隨便扣個三五萬嗎 他不可能四十萬跟你買吧 有沒有道理 哦 這就是 很多外面的車 車行 第一間會有的話術 但是我 不會 我沒有跟他這樣講 我們人 我們不喜歡用話術 我剛剛 我只有跟他講一句 我說 如果你有 真的有意願的話 你今天既然已經來了 好 你也看了我們的影片過來 也知道我們做生意的態度 好 會不會比較高 我不知道 但是我保證 這個交易一定是最安全 你看我們常常去外縣市收車 阿呆你有跟我們去 你常去對不對 簽了合約 付了一點定金 我們車就開走了 資料都給我們了 哦 對啊 我們過完戶全部給他 拍拍屁股也剛好而已 這第一點 要不然就是過完戶 說好還要給他尾款30 就只給他25 為什麼尾款少5萬 因為我回來覺得你的車 感覺沒有那麼好 有沒有可能 有啊 後面再重彈一次價格 你車都被人家過戶掉了 然後人家才又跟你談價格 所以誠信也很重要 安全也很重要啊 對不對 我們去台中跟人家買車 然後錢付了定金 車開走 然後開去搶銀行 警察會不會去按他家店裡 所以我覺得這個交易安全 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價錢的確是重要的 可是我覺得交易安全很重要 好啦 反正我最後再跟他講 如果說 沒關係 如果你要比 我也OK啦 反正我們當備胎 也當習慣了 當電備也當習慣 對啊 我們應付那麼多客人 實在沒時間 一個一個去跟你 在那邊玩 時間站 心理站 價格站 有的沒有的站 好 我們這是佛姓 買賣車 哦 有買賣車 沒買感謝 有成交 大家就有緣 沒成交 沒緣分 大家就媽的 紅甘水仁 大家就不要連龍 沒關係 我沒差 大家都很忙 不要亂 好啦 反正我說 如果你有意願 我們就喬一個數字 那 如果這個 你還是覺得說 堅持 覺得說到那邊 他會40萬跟你收 還是39萬跟你收 38萬跟你收 那你就 就去了 好啦 搞定啦 多少 37 37 就跟我講的一樣 我說 你要那邊跑來跑去對不對 然後 要被人家畫素東 畫素西的 有緣分就成交 你真的看我們影片來 你今天看到小事本人 你敢不支揮票價 對不對 最沒有 也要上兩三萬 那個有 有相親叫我下去 台中 孤車嘛 我說 欸不行 我可能要約 這個服務人員 還是柯P下去 他說沒有 我老婆堅持要 想要看到你 我說 說那我下去的話 可能車子 估 價錢就 會比較便宜 他說沒關係 我願意 喔 他聽到的送啦 有沒有 與其不論真的下去之後 他是不是又搶劫我啦 但是可是 至少這樣聽起來就舒服 啊 最後 這個我們成家 價錢就是37萬 然後回來 就把外觀翻一翻 看有沒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 然後 對 很多人都會 我跟你講 這個車 影片出來 又很多人私訊我 說要買 張28也一堆 160也一堆 我都幫他回到手軟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 我們的車 因為都要拍攝影片 大家都知道我們拍攝影片的那個時間都拉很長 都拖很久 所以我們車 不管我們影片的車 如果有要賣 一定都會上架到 FB 粉絲專頁上面 你只要看到 不要囉嗦 我馬上連都看車就對了 如果還沒有上去就是 還沒有賣 或是 還沒有要賣 或是 捨不得賣 或是老闆不想賣 好 大概就這樣 所以如果有賣 FB 一定會上架 大家就關注我們的 FB 好不好 點贊三連 有沒有 三連是 YT嘛 YouTube IG Facebook 好不好 點贊三連 有沒有 都要把我們點贊追蹤起來 有賣的話 一定會上架 不要再私訊我 我真的回到 你看 啊 回到我已經 怕金聲勢症 有沒有 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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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